对的 我们明天比赛轮空啊 明天没有比赛 我们队的首秀应该是后天 明天的第一轮海选是轮空了 后天应该是第一场 直播打嘛 好像最新消息是 海选是不能直播打 目前还不清楚预选行不行 海选出几个 海选出六支队伍啊 好像目前已经被直邀进预选的队伍只有两支 还有六个名额 所以海选是出六支队伍 第一轮出三个 第二轮也是出三个 有那么多队参加吗 要放以前的确是有点不可思议 这一次一点也不显得意外 各位 这一次预选还真有这么多队 讲道理 明天就开始比赛了 他赛程应该有公布吧 目前 比较有意思的是 好像是有 是有八王带的队伍 但是具体是哪些人 主播就不清楚了 明天什么比赛的海选 啊 ESL泰国战 海的海选 魔方男算正规的解说吗 你们觉得他是野生的还是正规的呢 我想请问 嗯 我们队伍不训练吗 哥哥今天刚回国啊 铁人也扛不住吧 坐了十几个小时的飞机落地就训练 我觉得大家是不是要考虑一下选手的精神状态啊 嗯 你们觉得呢 自己不想练 不要甩锅给哥哥 是的 就是我不想练 我想学习这精彩的比赛 魔刀不如砍拆弓好吧 那哥哥为什么不学习精彩的比赛 你们知道在古代打仗分文官和武官的吗 主播 雪碧的亚托洛呢 亚托洛应该现在跟主播一样啊 正在观看这局比赛 还选打完开波吗 应该不行吧 还选打完还有预选哦 主播 不会 不学 不练吗 主播是 不会 猛学 猛练 失败 啊 模拟下对阵法老要办啥 我说这位小白男神 真是好高骛远啊 现在国区的海选都还没打 就要模拟对阵佛坑斯了是吧 太吓人了真的 客观讨论是吧 客观讨论可以啊 客观讨论 我觉得 Focus的小鹿可以考虑办吧 他们小鹿20连上 确实有点吓人啊 没有 没有 没有技能 没装备 你不吓个那个超级兵一样 大哥呢 你五个人一起买 你往一个手上垫就垫死了呀 眼睛手 眼睛手只能垫一怪 你们队伍有教练吗 没有啊 我们队伍应该没教练吧 据我所知 但也不排除 CLC突然拉个教练进来啊 也有这种可能 他的队伍他说了算啊 大的蜘蛛不行 蜘蛛没有毒的话可以接受吧 我没有键盘的话 你根本就玩不了 但蜘蛛蜘蛛有点恶心 洗碗啊 洗碗 洗衣服你一般 放到那个洗衣机里去洗 洗碗 洗碗发的也很快了 洗碗直接就 就一两分钟就洗好了 明天训练吗 暂时还不清楚 目前好像没有 主播 你们队伍教练能不能是霸王 你这句话不应该来问我啊 因为我只是这个队伍的一分子 我并不是这个队伍的画室人 我们对画室人是谁 一般来说画室人就是分最高的那个啊 那么我们对分最高的那个是谁 就互言而喻了吧 这支队伍是4要C组起来的呀 人都是他找的 不是他是画室人 还能是谁啊 他一手遮天的呀 要是主播还选没发挥好 他一句话 主播就out了呀 哪想把5号位换谁 都可以啊 哪怕换魔法男都行 只要他想的话 你说他是不是画室人 我真的 算了 我贴出来贴出来 我添加一个文本 给个免费的点赞和关注吧